李登輝在蔣經國逝世後4小時,隨即宣誓繼任,結束蔣家在台灣執政的局面。 蔣經國主政台灣近10年,逆職是台灣經濟起飛的10年,晚年積極推行政治改革,解除戒嚴令和開放黨禁。 他的三個兒子在隨後8年,相繼逝世。蔣經國的遺傷蔣方良,在03年底病逝。